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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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具体到任务上面每天大概有七八万个任务 运行在我们几层的两千多台的无理机上 那具体到整个再具体到这种工作流的调度系统上来看 那我们目前使用的工作流调度系统呢大概有三个 那第一个就是也是用户最多的这个是Wuzei 这个Wuzei的系统也在Beagle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 那每天大概有大概Wuzei上面大概有七八千的这个工作流 那第二个用户用的这种调度系统也是Airflow Airflow的用户相对来说比较少 主要是一些这种算法的同学在使用 那其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习惯了 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无理机上呢去 就是我们客户端的机器上直接使用ChronType来每天去调度它的例行的这种工作流 那每天这些这几种调度系统它调度的工作流 具体到任务作业任务类型上可能有以Spark为主 大部分的人物都是Spark人物 那么可能有一少部分有M2M4Reduce的人物 还有一部分Hive人物 以及部分的这种Share或者Python的人物 那么所有的这些任务都运行在我们的这个Hideop的集群上 也就是Airflow的这种叫做系统上 那这个这个现在架构虽然说也已经运行了很多年 但是它一直其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对于用户来说呢 那有这几种调度方式的用户也很难去选择 它到底他们经常可能新的用户经常会就是疑惑 我们到底应该使用哪一个 那对于我们这种这个调度平台的维护者来说 我们也很头疼 因为有不同的系统 我们都在去维护 其实就是因为人少精力也很分散 对我们维护起来也很痛 那具体到各个现存的这几种调度引擎来说呢 那它也各有各的问题 就是对5Z来说 5Z其实是一个比较早的这个阿法奇的项目 它很强大 它功能很强大 其实有各种各样很多功能 但是它有点太复杂了 并且它的这种交互设计 其实对用户来说并不是太友好 那么用户其实用户能够用到的 其实是它的一小部分功能 但是操作起来又很麻烦 尤其是比如说查看日志 查看这个任务运行的日志 去找真正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难找 那用户来说 对于我们这个维护者来说 因为它的代码其实特别复杂 好多代码用不上 但是改动起来又很麻烦 我们也维护起来也很麻烦 基本上很难在它上面去做一些 这种持续的迭代开发 那Airflow是一个比较轻量的调度系统 它其实主要是为了继续学习 常用用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说它其实不太稳定 我们经常发现就是说 跑的任务一多 它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太稳定的问题 那同时呢就是说 它没有图形化的这种操作界面 它用起来呢 就是用户使用起来很方便 用户要去手写那个第一季图 这其实对于这个使用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只有在我们内部也只有一部分 就是说代码能力比较强的算法同学会使用 对于其他的用户来说门槛还是挺高的 那Chrome Type呢 其实用起来很比较方便 但是一个是就是说它也没有图形化的操作界面 另外就是说它部署在单台接点机器上 其实是没有这种可靠性的保证 一旦这台机器出了问题 可能这个机器上所有的这种Chrome Type 就全都全都失效了 全都没用了全都废了 那么对用户来说其实是不可靠的 所以呢有着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想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能够比较强大的这种调度引擎 能够来通意这种所有的入口 那作为我们一个唯一维护的长期去稳定开发迭代的这个系统 那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吧 大概就是说调研了市面上的几乎所有的这种开源的调度引擎 那么从主要重点考察的一个一下几个方面 一个肯定首先最看重的肯定就是说对用户的应用性来说 是不是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用户的操作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完整的API吧 这样因为我们要可能要去跟其他系统进行基成 这样有完整的API的话 这样对我们来说就会提供很大的辨识 那么同时呢第三点还要考虑这种社区的活跃 活跃程度 因为很多项目其实已经不维护了 那么我们是要基于它做长期开发的 那么有一个活跃的社区来说也很重要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它是否是能够这种有可插件化的 因为我们可能要在上面去扩展一些作业的类型 那是不是能够比较方便去扩展 那么当然就是说第五点就是它的稳定性 以及它能够支撑的规模 这个肯定是所有我对所有交通系统都是要求的 那么我们也是就是比较了市面上 基本上所有的这种交通系统嘛 所以这几个方面来说 具体比较难些我就不说了 那么最终呢就是还是选择了Dolphin Sky 6 就觉得Dolphin Sky 6在这各个方面 其实表现的都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我们所以就基于Dolphin Sky 6在上面做开发 那么我们当时呢 选择的是Dolphin的1.3.8版本 因为当时2.0还没有出来 那么在体验呢也在就是首先对它进行了调演 那调演之后发现确实Dolphin Sky 6确实很强大 但是呢它也有存在着还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在上面做了很多的改动 那么首先我其实我们的改动已经很多了 因为到现在已经在上面改了 也开发了好几个月 那么我就挑一些我们重点的改动来讲一下 那么首先来说就是说比较内核的改动呢 就是说首先来看一下比较内核的改动 那么Dolphin Sky 6它在架构上其实比较简单 那它是一个多Master和 它虽然是一个Master和Walker的这样的架构 但是它Walker和Master都是多界点的 然后Master呢通过ZK之间进行互相写作 那么它去负责这种作业的分配 那Walker真正的去执行 那Master通过这个MySQL来更新这个任务的状态 那这个架构很简单 但是呢它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首先来说 就Master和Walker之间的都是这种同步的 这样其实会限制它和规模 它同步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Master要调度一个工作流的话 它就会去起一个县程呢 去一直在坚清这个工作流的这种状态 是否是运行完了 那每每一调度一个工作流 它就要去起一个去一个县程 那对Walker来说呢 就是说它收到这个Master给它分配去真正执行哪个任务之后呢 它就focus一个进程去去执行这个任务 那对于很多对于很多这个作业类型来说 它这个进程呢 比如说你要去执行一个shell脚本或者一个python的脚本 那它都是在这个直接在Walker的这个 这个focus的进程里面去执行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同步的操作 那用户因为用户的行为我们是不可控的 所以你不知道用户其实在这个shell脚本里到底干了什么 就它可能很轻量的一个操作对吧 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的操作 那这就导致这个Walker的负载其实是不可控的 因为这取决于它这个Walker上到的调度的 调度的任务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也很严重 就是说这样呢这个Walker进程一旦挂掉 那这个Walker包括出来所有的这种task的任务 其实就全部挂掉 那就需要你去充考 那因为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非常重的任务 包括像一些机器学习的任务 他们一跑可能就要跑好多个小时 那Walker的这种因为我们也要不断的升级 或者因为或者受注意环境 Walker可能会随时会重启 那一旦重启 这所有的任务都要去重跑 那其实这个代价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做的 我们当时就是说考虑到 因为社区当时这2.0几乎快出来 因为2.0呢 社区在Master那段已经做了很多这个 就是对Master的这种进行了拆分 去优化Master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主要做的 就Walker进行了改动 那首先把Walker的这种同步的模型 改成了这种异步 就是我把我们其实改变了各种作业的 所有作业的这种提交方式 而不是让他在Walker的Folker Walker里Folker一个进程序之前 而是Walker呢他只负责提交 他把这个任务呢提交给亚 然后提交了之后呢 Walker呢去一步的去监听这个 这个作业的执行的状态 这样就是说Walker就变得非常轻量 而把主要的工作就分散到所有 亚人的所有节点上去执行 那同时呢就是说 这也就支持了Walker的Failover 因为一个Walker他只要提交了任务之后呢 这个任务在亚厂运行呢 Walker挂掉或者重启之后呢 就新的Walker接管了这个任务 他只需要去去亚人厂继续查询 这个任务的状态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去去再次去提交这个任务 那么这样就是说也大大的提高了 我们的系统的这个稳定性 那么这是我们在内核层面 就是做了我觉得比较做的核心的改动 那么其他的改动其实主要就是说一些 我们在这个用户体验上面所做的改动 那么第一我建议一些重点的比较说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在对这个工作流的开发界面 其实做了一些优化吧 因为DS它原生的这个开发页面呢 在页面里面其实只能在这个页面 开发页面其实就是开发 然后开发完成之后呢 你还需要去退出到这个工作流的这个list 就是列表页面呢去进行这种上下线以及定时的操作 因为这个操作一旦你每个人的工作流多了之后呢 那个list它其实很长 你要去找自己的工作流呢其实很麻烦 所以我们把那个相当于把这一排按钮呢 都搬到了这个这个页面上 这样就是说用户可以直接在这一个页面上 就完成所有工作流的开发 以及上下线操作等操作 这样就大的简化了这种用户跳来跳去的工作 那第二个方面呢 第二个的改动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工作流的这种 运行状态的页面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增强 因为就是Dolphin Skywalker它原生的这个输星图的页面呢 其实很简单 它有点像Airflow的这个这个操作页面 它就是一个这种输星图 把这个工作流的这个历史运行情况呢在这里展示 但是但是输星图有个问题 就是它能够显示的东西呢其实是很少的 你你要用户呢用户对我们的用户来说常见来说就是用户 其实比较包括我们自己的调查问题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作为这种维护者 其实非常喜欢看的就是它的那个所有的工作流运行历史的列表页面 那个那个页面其实就是有点像去展示了工作流历史的比如说你一个天的任务 它就展示了每天运行的这种运行情况 包括开始结束时间运行是否成功 那那那那这个页面呢其实很有很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页面上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工作流是不是 比如说哪天运行是不是时间运行的过长啊或者是不是失败了 那调查它可以很容易的跟这个历史跟比如说跟上一天或者上上周的同一天去做对比 那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增强了这个树形图的页面 把这个工作流的运行的历史情况的列表放到了这个树形图的下面 这样就是说用户调查问题的时候呢用户直接到这个页面就可以去看到它所有的运行历史 这样也是也是就是说简化了用户的使用 那么同时我们在task运行页面呢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在 我们呢是所有的任务其实都是提交到历案上面的 那我们也在那个task运行历史页面里面去放上了历案的链接 这样就是说用户可以直接找到这个作业真正运行的这种运行的这个这个link 这样就方便了用户去调查问题 这解决了就是说5z上面的用户不好找作业真正运行的情况的这个问题 那那第三做的第三方面的改动呢就是我们也是优化了所有基本上所有这个节点的这个开发页面 因为DS里面它原生的这个所有的页面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因为它很多也是设计的相对来说有点复杂就很多选项呢选项很丰富 但是很多选项呢其实用户用户是用不上的比如说像一些Walker的分组啊像等等等信息 其实用户非常不常用 全部放在上面的用户用户来说呢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不太好选择 那我们也对这些页面就是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呢对这些页面做了一些优化 包括去掉了一些用户不常用的选项 那么这是重点让用户去填它所需要的这些就是说最常用的这些选项 比如说像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Circle的开发页面 其实用户他只需要钱的是这个节点的名称以及写他这个Circle语句对吧 其他的他可能基本上都不会用的 那么我们所以我们就突出了这样的方面 然后呢同时呢因为还有一个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就是说用户他会需要经常去配置他Spark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最最多的其实最多的就是他去瞧这个 乔这个Spark的这种Driver的内存和这个Executor的内存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把这些选项呢其实就是说作为这里直接展示出来 这样就说用户需要调整的时候呢他可以很方便的去调整这些选项 这样就是说反正一切都是为了让用户更方便的去操作 那那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最下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也去掉了这种用户里面呢他很多这种不常用的这种操作 就是说去掉了一些不需要的这种限制吧 下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说优化了这种全线的控制 因为因为DS里面呢他的全线控制呢跟我们实际厂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主要包括就是说我们也是主要为了解决这种用户的这种分享的问题 因为因为DS里面的群组的概念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没有用 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这个群组其实不太好管理 所以我们把这个用户的权限分享啊什么的都其实放到了这个用户的 都是放到了用户个人用户的上面了 这样其实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用户可能要要在组内分享 或者跟他的同事去分享他的工作流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这块也就是改变了这个权限比如说支持的这种项目级别 到底是所有人可见还是只有自己可见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是所有人都可见的项目呢 那他其实不需要去分享那么其他人就能够看到 那只有对于一些这种比较隐私的项目呢才需要他设计设置成他自己可见 这样呢这样这样呢就是说在保证保证这种安全性的前提下呢 尽可能的去让用户去去方便的去分享 那同时呢就是说因为DS里面他设计的是只有这种 只有那Admin呢才能去分享一个人的项目 这个其实对于用户上数量上来之后呢 那对Admin的管理如果所有事情都经过Admin呢 其实是非常麻烦的对于Admin呢去维护起来就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工作流和那个工作流包括项目还有这个资源的分享呢 都是下放到了这个作业的Owner上面 那么Owner就可以去分享他所有的这种工作流和资源 那么再下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去掉了一些这种不太合理的限制 包括这种比如说像这种像这种工作流和项目的命名上 比如说他原先是不同的不同人之间其实的项目的名也是不能够重复的 这其实非常对用户来说其实不太不太友好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上来可能都要先建一个这种Test的目录对吧 我可能测试一下那你不都不你一个人创建Test之后 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再创建同名的了 这个其实其实不太友好 所以我们也是去掉了这些限制 让不同的用户呢之间呢可以去可以去重名 那么再下一点就是说我们还做了一个比较重要功能 就是说我们支持这种并行动 那这也是存实际的这种实用经验上来得来的 因为比如说很多任务啊 他的像他的一些比如说小时一些全量表的更新 或者一些小时任务 可能你下一个小时的任务呢 要依赖于上一个小时的这种数据 对吧所以你这两个任务呢就是不能是不能同时跑的 不能同时跑两个小时任务 那么还还有一些比如说全量表的更新 他每次可能就要就是每次就要把数据重新更全 全部更新一边 那其实是两个工作就是同一个工作流的两个实力也是不能够同时跑的 所以呢我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让他随意的限制并随意可以随意跑多个实力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是万一有一个人比如说有一个大的捕述任务 他可能一下子跑非常多的这种实力那可能整个会把我们的整个集群打满呢 会影响其他人的运行 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并化度的限制就是默认呢 用户呢只能他一个工作流呢他只能跑一个实力就是只能这种就是不能让火让他多个运行 那么当然用户也肯定在一个范围内去去修改他的这个并化度 用户根据他自己的时机需要去修改并化度 但是也不能太大就是这方面的就是说他跑太多去影响其他人对集群造成太大的压力 那那其他的这是其他的一些改动比如还有一些一些其他的改动 比如说我们跟其他的系统做了一些做了一些继承 就是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Mersion Learning的这个平台 那今天我们跟机器学习平台呢做了一个继承 就是说机器学习平台那边有很多这种算法的任务 他们的任务就是说其实参数非常多 但是呢就是说他有一些比较比较那个 其实但是他的模板呢就是说他的呃 模板其实也有只是有有限的几个 所以我们跟他们做了继承 就是说在他们那里定制一些模板 他们用户直接选择这些模板之后呢 他不需要去他他就不再需要去一个接点一个接点来去创建 因为要不然那个参数特别多 那直接就是说在机器学习平台那里创选择一个模板之后呢 那么直接就能够生成一个DS上面的这种工作流 他只需要去简单的改一些配置就可以就可以生成一个机器学习的这种算法任务了 那再有一些跟其他系统的继承 还包括我们的跟我们的这个OA的系统 比如说现在DS里面原生的这种登录呢 他都是需要去创建用户名和密码的 这也是我们管理起来不太方便 因为公司可以有可能有上千上千人 那我们也是跟就是就是就跟OA呢做了做了一些打通 那这样呢就是说用户呢他在OA认证过了之后呢 其实不需要再去用密码去登录了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个离职的交接 因为公司的人员变动呢还是会可能会比较频繁 那一个人离职了之后呢工作流可能就没人去维护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交接交接交接给其他人的 那另外一些工作呢就是说我们也跟这个企业微信和 以及我们的内部的这个告警平台呢做了打通 那么支持比如说用户配置了告警之后呢 这些这些告警信息可以通过企业微信来发送给 直接爱他这个告警人然后呢也可以也支持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告警平台呢直接打电话出去 那其实这些改动呢 其实已经是我调了一些重点的比较感 其实其他的一些改动呢还有很多 那我也是统计了一下 那我们现在的一顿改动已经改了大概有8万多行的代码 那有500多个Carmet也其实其实也就是我们投了好几个人 其实开发了开发了又不止六个月 可能就有六七个月啊 那这块也是说实话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一个嗯 调度系统其实如果真做的好用还是需要挺多工作的 我们这个我们的改动其实也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 因为上线之后呢也会是不断的有用户呢 才去其实提出来一些问题 他们希望就是说再去优化一些这种使用 我们也是这个改动其实也是 呃越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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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改动啊 好在就是说嗯 截至到目前为止 其实把主要的改动已经改已经做完了 那么改动改其实Dolphin Scheduler也在是线上 我们也是上线了 上线了之后呢 那么面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将 呃已有的工作流呢去迁移到Dolphin Scheduler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用Dolphin Scheduler 来统一所有的这种调度系统 那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呢 主要现在的有三个三个调度 那么最重要的是Wuze 那那Wuze上面的任务是最多 大概有几千个占了有80%左右 所以我们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吧 Wuze上面的工作流迁移到Dolphin Scheduler上 那么也是对Wuze和Dolphin Scheduler进行了这个调研 他们俩呢其实是非常很像的 就是说因为他俩的概念基本上可以对应起来 因为Wuze里面的这个工作流呢 对应Dolphin的工作流 那他的这个Codyneter就是 对正好对应了这个Dolphin的这个定时定时管理 那所以我们也就是说那正好呢 就是说我们发现可以其实可以通过自动化的工具呢 那么把Wuze的一个Wuze上面的这个工作流 以及定时调度正好转成Dolphin Scheduler上的工作流 那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开发了一个这种全自动化的工具 那他能够根据一个他能够把Wuze上面的工作流呢 就是说原原原本本的完整的迁移到这个转换成这个Dolphin上面的一个工作流 那么告警和依赖呢也都能够完全的完全的就是平移过去 因为我们也在这种告警和依赖支持上面也做了一定的开发 就是能够完全的平移过去 那么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要去具体的去迁移 但是迁移的过程我们迁移的顺序呢也是遵循了由易到难的这个这个顺序 那么首先呢迁移了这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工作流 那么没有依赖的很容易就直接一对一的迁过去 那么我们分析了也发现我们现在呢有一颗特别大的依赖数 那依赖数呢这颗依赖数呢大概这个依赖数上就是说有几千个工作流 他们交叉依赖非常复杂 那这个这个其实就是说按照我们之前我们简单的依赖数 就一次把上下有依赖权给签下 那这个大的显然我显然就是说一下子全签过去这个风险太大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重要的任务 所以呢我们这块也做了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说我们在DS上扩展了一个节点 让它能够扩展了DS吧就是让它能够依赖物体上面的工作 这样呢我们迁移的时候呢就是说存叶子节点呢到到往上往上一层等来去迁移 那么先迁移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依赖物体上面的任务 那么迁移完叶子之后呢再迁移它的上上一层 这样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迁移进去 这样整个每天迁移多少和迁移哪些工作都是可以就是说比较好的控制的 这样迁移就是说也大大的降低了迁移的难度以及风险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Airflow的这个上面的任务 Airflow的任务呢今天因为它不太走远 就是它跟Dolphin Skyler呢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的 它是基于这种第一季的 但是它的第一季是一般都是用户手写的 然后呢而且呢它第一季里面呢它通常是第一季里面去有有一个入口去执行一个脚本 对吧这个脚本里面可能再去再去调这个调一些生成Slock任务 再去生成再去或者调一些复杂的逻辑 这个就是完全取决用户了 它没办法直接转成Dolphin Skyler的任务跟Dolphin上面的任务 它不是对应的没法做对应 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这块就是说可能需要人的介入去做一定的修改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有些图呢也是很复杂的 如果直接让用户去一个个手工迁移呢也用户也不太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半自动化的工具 就是说能够把Airflow上面的第一季呢去迁移过去 这样保持它的这个图 图图然后保持它的这个调度 然后呢但是呢它具体的每个节点的逻辑呢 可能就是节点的知情如何跟对应成刀片上的节点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用户去做一定的手工修改的 但是不过好在比较幸运的是呢 就是说今天呢Airflow上面的这个任务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少 手工迁移的相对来说工作量还不是特别大 那经过了上面两部分工作之后呢 我们也把大部分的任务其实在逐步的都迁移到了这个Dolphin Skyler上 那么但是呢在迁移过程中我们其实也碰到了很多问题 因为随着工作流的增加之后呢 那么负载就变得很重要 那么我们也是发现呢在在有一段时间之后之后呢 就是发现了我们的这个系统其实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包括比如说通过我们的监控发现这个数据库的连接呢 就是说在这个高峰期呢会被打买 那么反馈到我们那个工作流的运行情况下来就是我们发现呢 工作流的运行调度调度的延迟可能会延迟到甚至几个小时的级别 那这个时候呢系统也而且有些工作流的这个状态的更新呢也也不正常了 这个其实就是用户发现他们的工作流可能出现了一些一些异常的问题 那经过我们的这种调查之后呢 我们也是发现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说 Dolphin呢对MySQL的这个查询有点太重了 那他因为所有的这种工作流的状态的更新呢 也都更新到MySQL里 那么他去检查这些 他还要不停的去查询这个工作流的状态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做了一些改动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把去尤其是查询这个Process Incidence 就是这个工作流实力的这个这个表的时候呢 他因为他要不停的去监控这个工作流实力的运行状态 那每次都要去查询这个表 那我们首先是减少了对查询的这种这个这个列 那对于高频查询的列呢去加了一些Inpex上 这样就是说提升了查询的这种效率 同时呢因为很多这个查询的这个频率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也是降低了因为可能一秒去查询一次 那么我们也是降低了对这个对这些就是说 尤其是这两个实力表的这种查询的频频率 那其实最后呢我们还是发现了还是发现了有一个 就是说非常高频发查询MySQL的这个地方呢是 是这个小时依赖的这个地方 因为小时依赖因为我们的系统中呢有很多很多地方呢 它是要依赖过去一天24小时的这个这个数据的 因为是因为那个原始的打点数据可能是分小时落进来的 那么很多报表它要去使用昨天24小时的这种任务 那那这个那道品里面的学生的里面的查询24小时呢 每个每个小时都要去查一次 那每个小时去查的时候呢 因为去查这个实力的时候呢 又要先去查这个running的再去查完成的或者失败的 其实每一个每一句每个每个查询呢 每个小时的查询呢都要去查三次这个表 那其实这样乘起来呢就是七成就是三成24就是一次一次这个依赖的判断就要有72次查询 那这个这个病发其实非常高 我们也发现就是说一有这种小时的依赖呢 立马就把数据库的连结给打满了 因为病发实在太高了 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重点来降低了这个小时依赖这里检查的时候呢 查询的这种频率 那经过这些改动之后呢 这个这个嗯嗯 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刀片的运行立马就稳定了 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迁移了大半部分的工作 那么刀片也是开始呢 在这个稳定的运行了 那那那那截至到应该到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啊 那基本上就能够把这些所有的其他的工作流呢 基本上全部迁移到的刀片上 那那对未来呢 我们也是有很明确的预期的 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 去尽量去能够贡献到社区 因为我觉得很多工作还是比较有共性的 其他还是还是能够贡献到回社区的 那么我们也不希望跟社区分离太分离太远 这样的就是说也不方便以后跟社区的去融合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使用的版本还是1.3.8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比较老的版本了 那么社区现在都已经到三点几了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未来或者明年能够升级到社区的最新版 那么这也就是依赖于我们第一部分工作能够 需要我们尽量跟社区融合之后呢 再去升级到新版 因为新版还是做了挺大的改动的 那么当然都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 就比如说像能够跟我们的ad hoc查询系统去集成在一起 因为用户呢 他们很多的应用场景是说我先去写一个circle 对吧 然后先去在ad hoc上面去做做一些这种实验 对吧 检查一下我的结果是不是正确 如果是正确的话 我再去发布成我一个工作定时的工作流的作为一个定时的调度 那我们也是如果能够把把刀片跟跟ad hoc系统呢集成在一起 那其实就是用户在一个系统里面 可能就直接完成了我这个工作流的测试 以及创就最终创建成工作流的工作 那么就是那么我们对我们未来主要想做的这些工作就是这样 我今天的分享呢可能就到这里呢 这上面就是这种全部内容 那么也谢谢大家